因為我們人是一名大一村 我們這村子是一名大三村 在暗默的路村從來 這對中間建路村的兄弟到老爺 三人嚇你來掛路村 其實當初是年紀還沒30歲的長兄 選擇退後就回來故鄉來做事 這當中還有人辛苦 但是對他們來說是自己介意做的事 嗯 辛苦一定會啦 但是我們對故鄉有一個 很特別的感情地 啊 自己的資料又怎麼累也不夠辛苦 我們這家這麼辛苦 在我們修生的時候 又怎麼辛苦 我們收勞的掛水也是甜的 人家說一支炒幾點樓 在這幾檔辛苦的財政下 漸漸有了財政 他們的運輸 獨立財政也開放讓人以後參觀 現在也是路順有在採取的時候 他也會告訴大家如何來選新鮮的蘆筍 我們要如何判別說蘆筍 它是不是新鮮的話 我們可以從它的斜切面這邊 它的斜切面這邊看 有一點成蜂窩狀 就是這邊看起來 斜切口會有 呃就是就乾乾的感覺 對那就代表它可能放了 時間比較長了一點 對那你發現它斜切面是 如果是飽滿的 水分是飽滿的話 它代表是它是很新鮮的 為了要讓很多人知道他們的蘆筍 他也建立品牌 賀名香蕉蘆筍 漢業是大家因為蘆筍來最濕最紅 觀眾朋友如果有蘆筍的愛好者 就不宏來高官一下 我們在新聞待 Financial Group 我們在資訊跟李建敏 總共採訪報道 我們在新聞待一看